987文台FM98.1财经一路发 大家发发发 听众朋友我是阮木华 联整会突然在昨天晚上11点钟的时候宣布降息 这是当时美国开盘才半小时的时间 紧急的以新闻稿的方式宣布降息两码 这是2008年金融海啸以来首次的紧急降息 结果反而是吓到市场 使市场认为说经济前景可能是更值得忧虑 搞得大家更恐慌 决定跳船求生 所以道琼工业指数在短时间 差不多5分钟到10分钟之内 拉升了差不多2%500点 结果收盘是跌了将近千点 中场大跌2.94% 跌了785点 收25917点 纳斯阿克指数跌更多 跌了3% 标普跌了2.8% 费人半小地指数更大跌了3.4%的幅度 真的真的 吃银弄破瓦了 结果呢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当然台股今天 很多人都想说是不是会受到影响 出现了大跌行情 结果没有 除了贵买值小跌了0.5%的幅度之外 加权值还涨了0.57%的幅度 涨了64点 指数来到11,392点 不过成交量缩到1374亿了 那这个指数11,392 而距离这个礼拜一 礼拜一所创下的破底 这个波段低点11049 这三天来 连同礼拜一的盘中反弹 已经涨了343点 还能再继续涨吗 这样子的美国联准会的降息 怎么会造成市场 反而是大卖股票 这些问题 我们赶快来请教 大华国际证券投入的人 慧慈分析 任老师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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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不太懂 这个戏到底是怎么演的 对这个戏在演得有点 我个人是觉得 这演得实在有点荒窮走板 这很混乱 对啊 因为这样讲 就是说 降息当然是刺激经济 对不对 然后 但是降息原则上的话 缓慢的降息 对经济会有好的帮助 就是说 就是会往经济体里面 去注入资金的活水 那大家会一直有期望 那会对未来会觉得 后面会会慢慢的 它会一直有降息的刺激 所以其实在以前的时候 降息循环里面股票会涨 在之前的时候 那么那个时候 它是渐进式的降息 那所以的话 它其实也走还蛮大的波段 但是的话 现在情况的话 就变成昨天的情况 就会让人觉得不是很舒服 因为昨天 昨天也才3月3号 对不对 3月18号才正式开会 17号才正式开会 对嘛 那18号距离 距离今天现在 其实也不过两个礼拜而已 一个多礼拜而已 干嘛那么急 对不对 对 就是说 就是说降息 当然它 不是不能降息 但是问题是 有需要急在 不能等两个礼拜吗 对 所以这个让人家觉得 很不舒服的地方 因为现在目前之前 市场之前的预期是说 那么如果到3月中午后降息 那么市场可能就先一波反弹 然后就先到降息的时候 利多出境这样 这是本来市场上一般的预期 但是为什么就是变成说 好像很迫不及待的感觉 就是没有办法等两个礼拜 一定要在现在的话 马上就临时紧急降息 这就会让人感觉上 会很不安 就是说市场上 大家会觉得说 是不是有什么事情 所以你没有办法等两个礼拜 没有办法见近式的降息 一定要在现在就降 所以因为以前 刚刚讲到那个 上次是2007年8月 那次紧急降息的时候 那次降息后 后来就不太好 后来的状况就是 后来就自带出来了 那其实再往前还有一次 那次也不好 那次在2001年元月 所以这个两个状况 那次是科技风暴的时候 科技泡沫的时候 所以这种很紧迫的降息的话 就会让人会觉得说 是不是有些潜在的东西 大家不知道 因为其实FED不是很爱降息 大家也知道 如果说他是很积极 要降息的人 只有还有可能 但是他其实一直都是很反对 可以降息啊 那所以之前川普讲的 半天大概不降啊 对不对 然后那现在的话 你两个礼拜后就可以降了 但是为什么要赶在这个时候 这么迫不及待的降 那是不是短期之内 有什么事情 怕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啊 所以这个走法 我是觉得不太理想啊 就是说要稍微注意一下 可能要稍微小心一下 因为理论上是可以不用这么急的嘛 对不对 那现在的话是不是就是说 美国那边有什么情况是 我们不是那么清楚的 或者说 可能超乎我们想象 因为美国人就不会看病啊 也没钱看病啊 对啊 所以这数字就很难 那没办法像大陆这样围起来管啊 所以这个 我觉得要稍微注意一下这个地方 就可能要稍微保守一点 因为这样讲啊 今天今天的话 可是今天反而是拉升 对因为今天为什么 因为今天美金弱嘛 对不对 亚币涨嘛 对啊 那因为降息啊 降息的话资金会跑一些回来亚洲嘛 对所以的话今天南韩也涨嘛 对不对 然后那台股今天也涨嘛 对 但今天的盘其实是中小型股弱 全子股强 所以这有点 有一点点比较特别 因为你看指数像大盘跟OTC比 其实明明本来是OTC比较强的 对不对 因为OTC第二支脚比较高 对 然后它也在捏线上 OTC没有破底 大盘是破底 大盘是破底的 但是今天是大盘强 OTC弱 对 因为今天大盘是说红K 那OTC是还可以 所以这盘有一点点 就是涨全子股 但是中小型股 有一点点绕跑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要比较注意一下 就是要小心点 因为OTC我是觉得这个走法 就很不优 因为本来大家的 你看它这一波跌下来 大概跌4000嘛 对不对 然后就是从第一天的大跌 开始算起的话 那4000的话 其实第一天拉下1500嘛 然后再涨1200嘛 然后再来的话 再涨个300嘛 其实它弹了一半 对 那弹了一半的话 刚好就碰到年线 是 所以理论上来讲的话 如果大家预期它 三月中降息的话 那它其实可以慢慢涨 把那个脚拉高 它可以慢慢涨到季线 那个附近去 就是说半年线的附近 就季线和半年线中间那里 它可以涨高一点点 涨高一点的好处是 它把一个支脚空间留出来 那现在坏变是 在昨天的话 是等于是到 年线这边就先下来了 那这样的话 变你再弹上去 年线还是一个压力 而且因为你第一只脚拉得不够远 第二只脚就不一定会高于第一只脚 这样的话行情就会留下比较大的变数 所以我觉得其实从这样来看 我觉得今天盘其实有很多地方是蛮特别的 就我刚刚讲的中小型股之间的变化 然后美国的这个稻穷指数 这样第二只脚的 第二只脚的这个隐忧 就你就没有办法 它没有空间留给第二只脚 这就很麻烦的地方 然后你看大陆股市 今天的陆股其实是强的 上阵今天是涨的 然后今天也收红K 但是最近大陆股市这两天也蛮特别的 因为仔细看的话 之前都是创业板强 现在创业板其实比较弱 所以它也有一点点 好像大的比较强 中小型开始转弱的感觉 涨太多了 创业板一直猛涨 所以这次是上阵先 但是你看个股也涨得很特别 比方说的话 我们说像这波大陆领涨的一些股票 比方的话像是中心通讯好了 中心通讯其实昨天开始转弱 所以它之前都是很强 然后昨天的时候 就开始往下面走 那昨天入股其实震荡一下 今天又拉起来 但是中心通讯其实昨天是跌两天 昨天跌下来今天又跌下来 然后再看还有比较特别像那个赵益重新 今天像盘中见到跌停 更惨 创业创新也是这一波领涨的 收盘跌8%多 收盘跌8%盘中看到跌停 这还不止一档 其实很多 你看像力讯大家也知道 力讯其实这两天也是开始有点点先跌 它已经跌了快5% 力讯今天跌了4.7% 然后还有像是TCL TCL这个话也是 它也是在之前也是算是比较强的股票 但是的话呢 它这两天的话也是就变得比较弱 所以因为这几个都好像是几个龙头 就是各产业里面的之前的一些强势股 比较龙头的股票 那今天TCL也是中场跌3%多 不过它短线上面来讲的话 前几天的时候的高点在7.37% 那今天的话在0到6.2% 其实它几天之内也跌蛮多的 然后还有什么你知道 还有像是汇鼎啊 汇鼎也蛮弱的 因为汇鼎的话 IC设计指纹辨识 对汇鼎的话也是 它已经破了月弦了 然后今天跌了3%多 也算是跌幅比较多的 所以你看它这一组里面 有些股票就 因为造育创新是算是 大陆里面 就是说当时它是市值有突破千亿的 然后大陆那时候有几家突破千亿 像汇鼎 维尔 文泰 中维 还有一个叫兰奇还什么的 他们有几家是过千亿的 但这几家那边最近都大跌 就是刚才讲的造育创新是大跌 汇鼎今天也跌蛮多的 然后再来的话 另外一个维尔 维尔的话 也不太理想 今天跌快3% 维尔快3%的跌幅 对 那个是 这个的话就是 之前并那个OnlyVision的那一家 对啊 对啊 所以就是好像几个区块里面都有 然后文泰 文泰是 文泰这两天都一直在走落 对那文泰是智慧营手机的厂 ODM厂 所以其实大陆的话 你看他上阵是强 但是指标的强势股都转弱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盘有点吊诡的地方 今天文泰是跌破月线 对啊 所以对啊 今天月线又破掉了 而且他其实在四五天前见到高点以后 就反弹就有点弱了 对 所以这是表示什么 这表示资金有一点点 收出 对 你看他看起来是红的 但是大家其实有点担心那个风险 担心我刚刚讲的 为什么美国要这么快 就是说你不能等两个礼拜吗 对 不到两个礼拜 对不对 不能稍微等一下下吗 对不对 等一下下的话再降息 其实就这市场的出息 就完全照剧本演 是 直接涨到三月中 然后那时候再压回 对不对 大家突然这么迫不及待的话 是不是担心短期内会有什么事情 对 所以我觉得短线上的话 大家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保守一点 可能要保守一点 然后有些人太多的地方 就先不要去了 是 就是投信持股比较高的 然后融资比较高的那些 比方你看像今天 其实现在投信持股 他们如果看他的持股比例 就是投信最近来讲 他们比较多的股票 其实投信最近的一些股票 重仓股 投信重仓股 就是持股比例的 最高的个股是博智 8155 那今天博智 今天博智就跌蛮多 今天投信就开始出 然后再来的话 还有包括什么 像是郁泰 这个也是投信持股比较高的 然后今天最近也是有点灰 那么再来像加折也是 然后其实加折本来基本面 它是非常稳定的股票 但是它现在不知不觉 也是半年线也破了 然后红素 红素也是 那这个就是完全真是筹码了 因为这个也是投信持股比较高的 然后再来建策 其实建策 这一波走得比较弱了 因为它其实以前都没有真的是破过这个 没有破过这个季限 所以我觉得要稍微注一下这些筹码 因为原相也是 原相这都是反而持股高的 那反而这种比例高的时候 有时候就变成是 别人不会替他拉 那如果又没有别人买的话 短线筹码的压力就会比较大 所以我是觉得这个 这种时候就是 有时候 有时候基本面是一件事 但是筹码也是很现实的事情 因为如果说一档股 它本来要沿着季限走好了 这是正常轨道是这样 但是你如果有一些特殊的情况 盘面上有一些因素 或者一些筹码因素 导致它跌破季限 那它会改变它原来的路线 对它轨道就会改了 那轨道改就是一个现实的事情 今天国具也跌破季限了 对这个也是 因为反而就卖不完 人气最重要的指标股 国具今天大跌4% 对华兴科也是 今天的华兴科也是 那这个也是投信才出 可是大盘是涨 对大盘是涨 所以我说 你看今天盘其实会有点失真 因为你看今天的话就是 很多股票杀很凶 但是其实很多杀很凶 对 尤其是人气的股票 就是大家手上有的股票 然后热门的股票 今天很多都是涨这个样子 那今天的话反而比较强的股票 刚刚讲的这个 除了这个排击链 这个比较强之外 再来就是一堆就是都是什么 防疫概念股 比方说 因为应该涨不完 然后上次期今天又涨停 那好载因为获利不错 就上来 然后鸿康的文强的 这一类型的 所以的话 其实我觉得这个结构 我来讲是 比较有一点投机 那应该讲的就是说 像我们看到这种结构的时候 就是我觉得 持不必要降一些 因为这个来讲的话 因为大家也看到指数涨 那大家也看到指数有涨 然后台币也有回来 就是也深 但是 借金就比较低了 对你借金比较低 但是他就有一点点 好像拉指数出小股票的感觉 台积电今天就占一半的指数空间 拉三块涨60点就一半 对啊 他一个人就涨很多了 对啊 那其他的股票的话 就变成分道就很有限 所以才说今天OTC涨的不太一样 对不对 照理来讲OTC本来就是姿态比较强的 对啊 今天就没有道理 今天罚是黑K 那KD应该要拉上去的 照理来讲 现在是很好的KD反弹的事件 是 就KD又往下 所以我觉得的话 最近的话就稍微真的要注意一下 因为这些比较是人多的地方 有时候就真的会比较麻烦 因为我觉得 我现在觉得这 那费的可能真的不太懂资本市场 这该这样的时候不这样 然后突然熊熊就降了一个就吓死了 对啊 可能是鲍尔在保官位吧 我觉得他要讨好川普 他可能怕说不是 因为他如果不降的话 万一真的就更严重的话 就是看 对不对 就跟你讲这么白来不降都是你的错 对啊 所以他 对啊 但是 但是他可以渐进式的嘛 对不对 或者说你就降个一码 然后的话到月中再来降一码 这样的话大家也不会觉得这么惊讶 那因为时间又很近 所以时间又很近的话 我觉得筹码上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 因为持股比例来讲的话 有时候就是 你之前也讲过不要太高 那现在的话也是这样 而且现在还有一点很重要 就是热门股 就是之前的一些人气股热门股 破线就破线哦 破线就是破线哦 这个时候就不能想说 破线的算了 我拿基本面来挡 不行哦 我觉得这种时候股票就很现实 因为他的轨道会被改变嘛 那轨道会被改变了 也许以后会再上来 但是这中间的东西 你要可以过得去 对 那我就觉得也没有必要去 在中间的时候去 让自己的精神这么累啊 短线就变成是筹码面 技术面领先这个基本面了啦 现在筹码面是一定领先啦 对啊 现在的话基本上筹码面 因为基本面有的东西 还要后面嘛 对不对 那所以大家的话 就转件就先看筹码面嘛 那筹码面的东西 有时候很现实 它就是会 它就是会杀到 散户杀出来为止 所以这个有时候 所以说市场有时候 是蛮凶险的啦 但是的话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 那但是 我话说话的话 还是要讲一下 我们今天股概率创新高 对啊 因为的话今天是礼拜 礼拜三 对 对 那所以上个礼拜 放假前跟大家说的 这个礼拜要买的十全 十全 四十块左右嘛 那第一季可能赚两块 然后 礼拜一 礼拜一的时候就涨了七%多 然后 昨天其实也涨了一%多嘛 那今天涨了四%多嘛 那捐创新高 所以 当然不是每一档都会这样嘛 不是每一档股票都会这样涨 是 我觉得 因为它的数字真的蛮好的 而且 因为低级财报是 很快就会看到的利多 所以的话呢 这个现在的话 只股 就是 第一个部位不要太高 那再来的话 我觉得带到什么问题的话 就打电话来 因为像这种 这种 像这种 这种东西 有时候 就像今天很多人在问说 美国怎么会这么疯狂 我昨天看到那个 它降那个的时候 就觉得头很温 对啊 就觉得 傻眼 就不能等两个礼拜吗 对不对 等两个礼拜后 这书系就是很完美的 大家反弹一段以后 再拉回来 就算是拉回来也没有关系 第二只脚 对不对 你时间也拉长了 空间也拉出来了 然后到时候就拖着 等这个疫情慢慢过去 对不对 那这个底就打完了 而且现在这样的话 这个脚拉得这么短 拉得这么短的话 第二只脚要怎么打 对不对 所以这个 我觉得就是 大家要最近的话 从马上的变化 就真的要特别注意一下 股票市场都是在涨预期心理 都在涨预期心理 这个马上降了 你就已经实现预期了 那还有什么好涨的 对啊 大家获利就杀出来了 短信就杀出来了 对啊 本来有时间也有空间 现在就变得没时间也没空间 所以现在美国盘后是在涨 对不对 盘后现在涨500点 对对对 因为昨天 昨天从高点到低点 这样打下1000点 对对不对 所以的话今天会先谈 但是谈的时候 我觉得明天如果台股上去的话 应该就 就不要再去追 因为再往上的话 也会看到半年线的压力 是 那半年线这边 会有压力 因为 因为美国其实上去 也会有压力 因为 我跟他讲 他其实走得 他其实你看 跌4000 到昨天高点谈2000 谈2000的时候 其实本来应该 要可以谈个三分之二 再来拉第二只脚 就现在一半就结束了 那一半就结束了之后 那今天现在盘前的这个点 刚好是昨天的一半 所以的话呢 这个就是 我觉得明天早上 就基本上面来讲 你就算看到美国涨 应该有标去追 那现在的话 股票的话 就筹码真的要摆中间了 这是现实来讲 就是这样 现在就是筹码因素 像你说防疫股 为什么可以涨这么多 他也是筹码摆第一 对 对不对 你看防疫股里面 额文墙涨最强的是谁 那三三七真的热硬 对不对 第一个最低价 但第二个的话 就没有人敢玩 对 然后呢 财报也不好 对啊 所以这个 现在的话就是筹码为主了 那筹码为主的话 我们操作上 还是要提醒大家 那人多的地方 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主要上股票 如果有破现 有破现就是破现了 这现实就是现实 那基本上的话 不管怎么讲 就是要降一点持股 我觉得这应该是 对大家来好 因为股票是这样 那中间的这段过程 那疫情这段过程 可能会跌过头 那也有可能会震荡过大 但是它终会过去 那其实的话 反正股票其实 真实要算都可以赚 所以的话 现在的当下 如果它有破现 或是有什么 筹码上的问题 那我觉得该减码 或者是该要降低持股的话 大家还是要降价比较好 对 其实还是要看整个形势 有工有手嘛 对啊 因为 不是一路就是 这个带着钢盔向前冲也不对 对啊 因为有时候 它就是 它就是 它要先退 你就先退一下嘛 那退一下的话 其实因为 股票随时都会 随时都可以赚钱的啊 对不对 你就算是最近震荡一下 那以后 其实还是很容易赚大钱 所以我是觉得 有时候 就法人观念就是这样 所以法人为什么说 你要法人持股高要注意 因为法人 他没有在管这些 对啊 他今天要降步 他就降 对 他今天他觉得 他要捡一些东西他就捡了 那他捡了之后 他过个月要买坏就买坏啊 过半个月要买也可以买啊 他没有差 对 他没有那个成本的观念啊 就比较像现实 所以我觉得他还是住下 那入股 我刚刚讲的那个 我是觉得 最近大家要法罗一下 这点真的是蛮关系的 因为您刚刚讲的那些 创业版的股票也好 或是深圳的股票也好 真的都涨很多很多 那都是最近的强势指标股啊 对啊 都是最强的 都是一路反弹上去 这样最强创新高的股票 最近都明显拉回嘛 对啊 而且他回来的角度 都是蛮陡的 很陡 都是对 都角度蛮陡的 这个是有一些些 有一些要注意的 这个是有一些 不太一样的地方 好 对啊 让老师提醒我们 然后大家注意一下这个盘 尤其明天如果有谈上去 今天晚上美股收涨的几率很高了 因为毕竟呢 那个拜登也赢了 桑德斯在超级星期二的 这个大的campaign 这个16周的campaign 所以说美股现在挟的这个 新闻面在往上走 那问题就是说 明天会遇到半年线 跟月线的反压 现在目前月线跟半年线 刚刚好都在交汇在一起 就是在11550点的位置 在11520点到11500点 就是正好是半年线跟月线 所以这两条线 势必是一个重大反压 因为先前大盘 是以这个半年线做支撑 那我们在技术分析上 我们都知道一旦破了支撑 那你弹上去 那个支撑就变反压了 所以说半年线这个位置 大家可能还是要尊重一下 非常谢谢大华国际政院投顾的 阮会辞分医师 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 98新闻台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今天全世界金融市场 大家都在讨论 连准会紧急降息这件事情 因为太不寻常了 太不太罕见了 11年来没出现过这样状况 那连准会过去 有没有紧急降息过呢 是有 而且次数也不算少 但是呢 这一次的事情真的有像过去 历次紧急降息这么严重 需要到这种地步吗 还是连准会看到了什么风险 是一般市场现在目前没有看到的呢 大家都会猜测嘛 所以说在这种 这个怀疑深中啊 猜测深中啊 你自然就先卖再说嘛 对不对 就算你卖错 你再把它补回来就好嘛 所以美国股市呢 就在昨天连准会宣布降息啊 大幅拉高2%之后呢 哇那个卖压就排山倒海的宣泄出来了 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因 为什么因为很简单 先卖再说 就是这样的一个观念 好那 呃连准会到底是怎么说的呢 连准会是说啊 他现在正在密切监控 这个整个情势的发展 跟疫情对经济可能的影响 而且他说呢 他会使用手边的工具 采取适当的行动来支持经济 同时呢 这个鲍尔啊 也举行了记者会哦 哇这个变得非常的aggressive 很积极啊 这个一反之前川普骂他的那些台词啊 这个变得非常积极 他说呢 我们看到经济前景面临了风险 所以决定啊 采取行动 他说我不认为有任何人会知道 这个疫情会要多久 才会结束 但是他可以确定 美国经济现在仍然强健 这个话 有点自相矛盾是不是 如果说美国的经济 仍然强健的话 你干嘛那么急的要降息呢 你想看一个很强健的人 需要去打一个强心针 肾上腺素 让他这个活蹦乱跳吗 那这个针打下去 会把这个人打死了呢 所以说我觉得他这个话 反而是一个自相矛盾 他还暗示啊 全世界可能会正式啊 采取一致性行动来提振经济 哇哩哩 你想想看 全世界都要一致性的采取行动 代表全世界央行要采取一致的步伐 那还叫做说美国经济很强健吗 所以这个话语中啊 这个正反的矛盾啊 之处不少 我想被市场看过手脚 也是一个因素了 好那今天呃 台子齐全结算 那这个结算行情已经乃至于 我们怎么看这个月啊 这个最新的三月份 期约的结算 那么赶快请教万宝投顾的 秦晓芳副总经理 秦峰总你好 各位投资人大家好 秦峰总这一个 昨天晚上11点也被吓到一下吧 就涨300点 然后就跌 5分钟 5分钟瞬间 5分钟K棒这样子一个冲天炮 哇我看到了真是傻眼了 对所以今天晚上的预估 仍然是一个非常震荡的盘 不过我想各位投资人一定要有个 其实全球的 因为现在其实只要按一个键 那个钱 全球国际热钱就可以到处乱跑了 所以呢 今天凌晨美股的降息 它就立刻影响到了台湾 我觉得股市倒在歧视 会市的影响比较大 今天盘中的时候 一开盘 那个台币立刻升值了两脚 然后最后呢 当然还是因为央行可能有动作 所以呢 它的整个的升值的幅度是减少了 台币本来升破30了 对29.9几 29.8 因为美元大扁啊 美元指数大跌 因为你美元降息 美国降息 美元一定是瞬间扁值 金价大涨3% 对 然后呢 那台币呢 当然就会出现一个短期的快速波动 不过我想 所以我们再从这个地方再回过头来看 台湾的股市跟期货市场 就会比较清楚 为什么今天的行情会这样走 因为你短期之间 如果台币走一个升值的行情的话 也就是台币可能又来到 前两天其实已经扁到30.4.5了 好 那所以呢 这种状况之下呢 外资它自然会在期货市场 甚至现货市场里面 针对它可能卖超太多的部位 不管是在期货或现货 它会做一些回补的动作 我们只能说是回补 是否翻多 这个还很难说 我等一下会跟各位做说明 所以我想 今天 今天美国FED突然降与 本来是预估是3月18号啦 那提早了大概有两周 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 其实我们很难探究 可能要以后才会知道 可是呢 我想它已经对全世界的金融市场 包括股市 会市 甚至期货市场 因为台湾其实操作外币的投资人 还蛮多的 所以呢 造成了很大的一个影响 不过我们还是回到 我们今天的结算 来看期货市场 未来这两周里的可能的发展 OK 首先外资今天期货 现货同步买超 我想我刚才这样的说明 大家应该很清楚了 其实它是在昨天 期货回补过度卖超 其实它在三万口以下 算是一个多单 它算是一个比较低的一个水位 所以呢 如果像这种状况 它回补的部位 应该视为就是 在水位底下的一个回补 但是要翻多 还没有到那个地步 OK 所以我想外资今天期货的 持续的第二天的买超 我们先做这样的一个定位 即使经过今天的买超 其实它的部位 还是三万口以下的 偏低的多头部位 何况它的电子金融期 还是同步的一个卖超 OK 我想这是第一点 跟各位做期货这边的说明 可是现货市场 倒是很值得推敲 你仔细细看 它今天现货是买真的 对 对不对 它今天买的那些股票 是什么股票 它买的是台积电 红海 台积终于恢复买超了 对 那它卖的是什么呢 它卖的倒是一些 比如说 赌波动率比较大的指数 ETF 或者是呢 比如说跟原油 或者是金融相关的 也就是美国这一次的 快速的降息 它对于金融 当然非常不利 它会导致 就是它的利差的一个缩小 金融的经营困境 越来越难 越大 OK 所以你看它买超跟卖超 我等一下会跟各位说明 为什么我会这样讲 因为其实今天的类股奇约 它也出现了很下的变化 而且明后天开始可能会越来越为明显 所以各位在操作配对交易上面 这倒是一个蛮好的一个操作机会 OK 外置期限或同步买超 这是筹码面的变化 通常它的买超已经来到两天 如果明天然持续买超的话 那么这个行情 年限其实它当然是会有手的 我们之前就在讲说 A波下跌到半连线 木华还记得吧 反弹到11850 那个是季线 然后之后会再测一次年线 就没想到反周一 它真的就来了11050这个位置 好 可是呢 越长天旗的均线 还在网上当中 不管半年线或年线 它第一次来测一定会反弹的 反弹的强度多少而已 那但是反弹强度会有多少 我等一下也会跟各位做一个 预测性值的一个说明 已经谈300点了 对 对 所以其实上档 等一下我也会跟各位讲得很清楚 所以它基本上年线跟半年线 是一个技术性上 一个基本要求的位置 我倒不认为目前已经可以断言 这个市场已经是一个空头市场了 因为在年线没有做跌破 有效的跌破 请注意我讲的是有效跌破 最次的那个touch 礼拜一的开盘恐慌 它还不能够视为有效的跌破 所以它会出现 刚才木华所提到的 到今天为止已经有1050上来 大概有300点的一个反弹 目前夜盘大概已经将近有400点了 夜盘还在反弹当中 那么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 同步的买超已经两天外资 然后年线半年线之间的盘整 换言之这次应该外资 为什么会在今天第二天起乎买超 在今天结算 都结算的当时 还有包括在现货市场 它买的也是全子股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回补的一个买盘 那么它应该是认为有机会向半年线 技术性的一个这个基本条件 做一个靠拢 我想象大家就已经把那个锚定下来了 就不会那么乱 那也不过就上档就100点 是我正想讲这句话 你一算就知道上涨是多少 月线跟半年线就在上面100点到120点 而且它已经死亡交叉刚好密集在那里 快要死亡交叉 几乎了 几乎再过几天就交叉 所以也就是说大家把握这个机会吧 很多人都说这波是不是OTC的个别股小型股会比较强 不无可能 可是如果像今天涨到台积电跟鸿海 其实OTC今天早盘还杀得蛮凶的 所以就代表说个别股的轮动的空间的 获利的利润跟风险 各位要拿来清楚 好但是不过呢 期货市场还有第三点要提供给各位作为参考的 电子期其实它是远强于进入期 因为降息的突然性 套利利差的缩小 对于你我都会有影响 何况对部位上千亿的金融股 所以呢 好我们数字出来了 第二点 所以电子期494是一个支撑 请各位不妨记得 数字你可能很陌生 但是你盘中如果看到它这个数字散出来的时候 你就要注意 第二个电子期呢 它的压力应该是508 508 那目前夜盘大概反其0到502 也就上涨大概 还有一%左右的一个空间 请各位去把握 OK 好电子期呢压力 现在目前大概上涨还有一%左右 好 那么台子期啊 就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个东西 就是三月台期 今天周节算完 在下周以前 它可能仍然有11300为支撑 就是今天的低点 11300点为支撑 然后可是呢 上涨就是木华刚才说的 11450 就今天再往上大概100点左右的一个可能性 而夜盘目前正在反映 夜盘现在在11400左右 OK 所以呢 我想各位投资 这个反弹应该是年线第一次触及的反弹 还没结束啦 可是今天的量开始有一点缩了 所以我们刚才讲的情况就是说 我们把整个事情分析完 然后跟各位讲反应的数字在哪里 今用期我不太喜欢抓 因为今用期我跟你抓了也没用 它成交量太小了 你也没办法进去 它被人为操控的了 对 而且那个量太小 我如果叫大家进去 我觉得反而有点不负责任 我们还是要做流动性比较强的契约 尤其有夜盘的契约会对你比较好 OK 好 那么回升不容易啊 这个盘你真的要做回升 真的是很不容易的 回升哦 大概不要做梦吧 我就讲白话一点 不太容易 好 上涨层层反压啊 还有季线啊 季线也下弯了 对 但是反弹呢 我们还是看量来行 对 今天就没量了 对啊 你说像这两天 跌下来的时候量都有两千亿 那昨天 今天剩一千三百多亿 昨天量缩了 缩到一千五一千六 今天又继续缩了 代表这个量价 它已经自己跟你说 我就是一个反弹 可是我这个反弹 应该还没有结束 因为外资的主导行情期间 或者同步买超 第二天而已 好 那我再强调一次 长期均线半年线 上次A波的低点 这次B波反弹之后的 C波的低点本周一 年线第一次跌破 必谈 但谈多少 请各位看量来做 定动作 这波其实 各位仔细想想 它还是有外资主导 政府基金搞不好 明天涨三四天以后 就开始 缓步的 不知不觉之中 调节它 吃太多的部位 一定的 所以各位要自己拿捏 这个强反弹的空间 与分寸 它不卖 它跌下去 它怎么有钱卖 其实很简单 你用11850跌到11050去抓 跌800点 你反弹400点 是不是也是11450 OK 这个很简单的数学数字 除非它的量或国际之间出现很大的一个转换 可是病毒又不是川普 川普可以随时翻脸 病毒不会扎眼的 好 好 所以刚刚请问我们讲很清楚 这个反弹上去 到半年线到月线的反压 大概还有100点到150点的空间 如果以加全值来讲 大家好好把握 那弹上去 你到底要怎么做动作 那你就自己去决定 好 这个 呃 弹上去这个地方 好 基本上遇到反压 好 这个比较理智的人应该知道要怎么做了 好 那 但也不用太悲观 说一定已经进入到跌破年 这个跌到年线就已经进入到空头了 嘛 好 也还不要这么悲观 对 这个我们就是边走边看 也许它会是一个区间行情 好 这个比较 比较明显的在年线到 这个半年线之间的一个区间行情 也可能 好 Anyway 现在目前世事难料 好 这个 这个世界已经进入到一个绝对多元多变 而且是一个极为波动的世界了 大家自己要有这个绑好安全带的心理准备了 非常谢谢万宝投顾的秦晓芳副总经理 我们这边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节目 98新闻台 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我们这段有直播 就我们的观点时间 每个礼拜三的最后一段时间 是我们这个观点 一个礼拜 针对全世界金融经济政治情势 所发表的看法 那当然今天 最大的新闻 就是联准会紧急降息了 这个紧急降息 在上一次是2008年的12月 当时也是次级房贷风暴 也就是所谓的金融海啸 当时发生之后 联准会也采取了紧急降息的手段 可是在这个降息过程中 有没有阻止股市的继续下跌呢 其实是没有的 我们可以看到 美国股市 从2007年的高点一路直奔而下 直到了2009年的第一季度 才见到底部 那在这个过程中 联准会是持续下降利率 而把利率下降到 0到0.25的历史 最低的一个区间 都没有办法 阻止这个股市的下跌 所以我必须要讲一句话 这句话是我进入到金融市场 这个30年 最大的一个体认 就是市场永远是对的 你就不用去怀疑这个市场 它到底是理智呢 还是一个疯狂呢 还是理智跟疯狂都有呢 综合起来 在这个市场里面的情绪 何止千万种 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想法跟情绪 而市场是这么多人 所构成的一个共同的集合点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集合点之下 它所反映出来的股市长期的上升 或者股市长期的下跌 或者说股市短期的上升 或者股市短期的下跌 它告诉你它是对的 所以你不用去怀疑它 事实就是事实 我们看到上升下跌 它就是对的 好那美国股市在联准会 这个宣布紧急降息之后的 它的表现是什么呢 在第一时间 五分钟内 指数直接拉上去 大涨了2%的幅度 但瞬间它又开始往下掉 直到中厂 这个道琼工业指数 从原本大涨了500点 到最后是收涨 收跌了将近快要800点 这一来一往 这个差不多是千点的一个行情了 那这个幅度是非常大 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子 有人讲说联准会 是不是一个提油救火呢 反而是使得市场 更为紧张跟恐慌呢 是不是市场看到了联准会 这样的紧急降息背后的意义呢 我想这个答案就非常明确了 不是吗 一则我刚已经讲了 降息是救不了经济的 经济它自然 或股票市场自然 它会寻求一个底部 那不是一个降息 所能这个扭转这个趋势跟方向 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前提 第二个呢 就是你紧急降息 反而照告诉了市场 你是一个这个紧张 跟panic的一个状况 那有什么事情 比联准会陷入了恐慌 还更严重的呢 如果联准会在那边 处置太难 我等到3月18号才降息 市场反而不会那么紧张 可是你紧紧张张 急急忙忙的在 那个议席会议两个礼拜之前呢 就宣布降息 岂不是让市场更看破手脚吗 所以我觉得联准会做了一个非常愚蠢的决定 那至于说 联准会为什么会做了这么愚蠢的决定呢 我觉得背后的因素可能非常的复杂 他不见得只有单纯的经济 或是金融的因素而已 当然经济跟金融的因素 一定是被联准会高官 放在台面上作为说辞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无论是新闻稿也好 无论是主席鲍尔的一个发言也好 都是告诉你 美国经济面临的风险 所以说我们必须要迅速的采取行动 但真的只有这样子一件事情吗 我个人认为不是的 我认为他背后还有更多的政治因素 还有更多的复杂因素 所以促使联准会在美国股市开盘半小时 就做出了这个发出了这个讯号 就发出了这个降息的新闻稿 那各位想想看 开盘半小时宣布降息两码 这岂不是糟糕全世界 我就是要影响股票市场吗 联准会大可在金融市场休市之后 发布这个讯息 他难道会急的一定要在金融市场 才开盘半小时就宣布这个讯息吗 所以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 所以说在他就是告诉你 我要影响金融市场的情况之下 金融市场越是不会买单 为什么 因为我有讲过市场永远是对的 好 所以说这个事情我们就可以衍生来看了 美国的疫情到底有多严重 甚或全世界这次的疫情有多严重 今天世卫组织已经发出了一个最新的说法 就这一次的新冠病毒 跟所谓的流感有四大不同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世卫组织的一个说法 而且世卫组织呢 今天也发布了一个最新消息说 这个新冠病毒的致死率 有明显上升的情况 先前WHO世卫组织不是说吗 新新冠这个病毒呢 致死率是2%左右 根据我们现在看到的种种数据 大概推估也差不多2%左右 可你看到伊朗的情况不是这样子 你看到很多地方的致死率 他现在目前明显的攀升 比如说你美国 现在已经有9个确诊的人是死掉了 死于新冠病毒的肺炎的病情上面死掉 可是美国才多少确诊 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第一个致死率 世卫组织已经上修到3.6% 这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 是不是代表病毒的独立在增强 这个是一个麻烦事 另外一个事呢 就是全世界现在目前疫情一发不可收拾 已经有这个确诊的超过9万个 这个病例数的一个情况 那美国现在目前正是在一个大的 一个campaign活动里面 而川普也好 或是说这个民主党的候选人也好 也毫不以为说他们的这个大型活动啊 不会去这个对疫情造成更大的一个 散布的危险 你看到这个电视转播 没有一个人戴口罩的 大家都在那边拿着牌子在那边加油 美国老百姓身处在整个疫情之中 浑然不绝 那这样子一个疫情 万一在美国大幅扩散下去的话 那会造成全世界多大的一个经济冲击呢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目前全世界最严重的 这个除了中国大陆以外的疫情 就是韩国了 韩国现在目前疫情已经是一发不可收拾的 一个状况每天的确诊人数都在上升 而且是逼近千人的一个确诊 现在目前总确诊人数已经超过 这个6000人的一个情况 那韩国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一个 科技产业的供应链 再加上旁边的日本以及中国大陆 这三个经济体就占了全世界四分之一的GDP 如果万一美国整个疫情 再使得美国的经济沦陷下去 就像今天标普说了 美国的GDP可能今年上半年 一趴都没有百分之一的成长幅度都没有 那全世界经济将陷入到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而陷入到这样的状况之下 各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 你想想看是联准会降息两码 所能挽回的一个经济的颓势吗 这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嘛 所以市场为什么不给予这个赏身的认同 答案就很清楚对不对 因为整个情势现在目前看起来是不利于全球经济发展的 而且是大大不利全世界经济发展 那既然是不利于全世界经济发展 股票市场必然会找出他对的市场方向 金融市场的方向就是这样子 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联准会应该要怎么做 或是说他们该要采取什么样的动作 或是说美国政府该采取什么动作 乃至于说是不是全世界各国要 这个攜手一致性的去针对这个肺炎 针对现在目前疫情的情况 或者说针对全世界经济跟金融市场情况 采取一致性的行动 那这答案也就呼之欲出了 可是呢这个又令人很跳诡 就是当美国经济好的时候 当美国这个威我独尊的时候 他不会想到全世界大家一起联手 但他有开始有难的时候 他就开始讲说我们全世界 大家要一起共同攜手来 这个这个共同拯救全世界经济 好吧反正呢不管怎么说 这个现在目前全世界是面临到 一个重大危难了 我们只能说呢 祈求这一次的危难呢 能在这个疫情啊逐渐平缓之后啊 人类可以找到一个正更好的一个 这个共同这个发展的一个方向了 这个共同这个发展的一个方向了